那我們早報暢時間馬上帶大家來關心一下今天各地的天氣資訊了 我們說現在過了立夏代表夏天已經正式到來 那今天天氣呢同樣是比較悶熱一些 先看到我們的戶外實況圖喔 現在來到的是這個台東的多樑車站 一大早早上七點多 其實呢看起來呢比平常太陽露臉 海水湛南的幾張相比呢 今天呢雲層是少偏厚的 天氣也有點陰陰的喔 沒有平常這麼的好 那預計下午開始的天氣就會有所轉變了 主要是一波封面喔 在昨天晚天是經過台灣帶來大量的水氣 全台天氣都不太穩定 加上對流雲系發展旺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整個台灣呢 是籠罩在這個封面影響之下 從北到南都有雨 大家今天如果外出 務必要記得西帶雨具了 那我們看到其實呢 這波封面呢會持續的往南移動 全台都是有雨的天氣形態 尤其是今天整個白天可以看到 雨區是籠罩全台 降雨最明顯喔 是中部以北 宜蘭呢都會有著大雨發生 另外台東還有花蓮地區呢 雨是一陣一陣的下 可能還會發生著雷急的發生 南部平地雨是呢相對比較少一點點 但是也會出現著 局部的短暫陣雨 預計呢這雨是會一路持續下 下到今天晚間 恐怕要等到很晚晚一點點 各地雨是呢才會稍稍趨緩 但也不會是晚點停歇 那我們說到了周一上班日 有像覺得預估了 白天呢水氣依舊是偏多的 各地還是可能會出現著局部的震雨 還有局部的雨勢喔 雨勢比較零星 比起今天呢是小一點點 要留意的是溫度方面了 來看到加上這東北季風增強 主要影響的是周一還有周二兩天 北台灣降溫是比較明顯的 感受濕涼 低溫到時候只剩下17度 中南部的凌晨呢清晨低溫 同樣比較涼一些些 十九到二十一度 高溫方面則是沒有太多的變化 好那我們來看到 隨著這時序一直來到周二 全台的水氣就會減少了 轉為多雲稻晴的天氣形態 再來到周三呢開始 慢慢的太陽露臉 轉變為著多雲稻晴的天氣狀況 好天氣會一路呢持續到禮拜五 到時候各地呢太陽都會露臉 北部高溫上開二十七度 中南部三十一度 接近中午時間呢 中南部恐怕會上開三十五度的高溫 那說到迎接下中部的母親節 又一波著華南的水氣東移 到時候北台灣 中部以北呢水氣再會增加 北部東半部呢會有短暫的雨勢 但並不會影響中南部 中南部第一區呢 依舊是多雲煙熱的天氣形態 所以提醒大家了 如果母親節呢 如果規劃這個戶外活動 或是外出的話 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著 氣象資訊